好 那麼您到了我們這個協作平台之後呢 您可以看到其實像我現在有幾個 去學校研習也好 或者是 在 一些學校可能他們因為沒有所有學習平台的建制 那所以我就會考慮用所謂的協作平台的方式來做 那您可以看到其實像 我們搭配這次的課程我就把一些我們常用的 可能會用到一些網站我可以像這樣放在上面 可以像這樣放在上面也可以怎麼樣像左手邊 我們可以把它分區塊有做目錄 那一個很重要的其實 未來應該說我們這三次 還有我們以前的我們都會上課錄影 那這些資料我們都會擺在上面來 還有包括像我們剛剛提到的問卷啊還有這些軟體 你看看到底你的協作平台你覺得到底需要多大空間比較夠 基本上各位現在您申請一個Gmail帳號 就是標準的Gmail.com的那一種 就有15G的空間 15G的空間 那這15G包括了 就是您的信箱 網路硬碟 還有那個相簿 相簿的部分 那 協作平台呢 基本上它 當然呢您會申請的時候你會發現它就是 一個協作平台就有100Mb的空間 天啊 100Mb而已 那你說暈倒了嗎 不會啦 因為其實我們只要在搭配什麼 我們剛剛講它是有15G 您可以搭配雲端硬碟 那你的15G就可以很善用把它加到這裡面 像我們的 當然我會做的影片也好 或者像這些軟體 我不可能去佔用那100Mb的空間 因為這樣很快就用完了對不對 那所以我們會把它放到雲端硬碟上 那當然你的協作平台你可以放幾個 隨便你啦 你要建立幾個 協作平台隨便你 每一個就是100Mb的空間 那當然 你要超過它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那比較特別就是說 其實 協作平台 也許有些人有用過 或者有看過 大部分我們所看到的協作平台 都是比較陽春一點 就是可能就是很單純的 但是其實說真的它 可以放蠻多東西的 你只要稍微 熟悉一下它的界面 好熟悉一下 像 這些東西像我們這樣做超連結最簡單 對不對 那你也可以像查入圖片的 或者像 我給各位看另外一個 像我去那個 西屯國小我們最近在那個西屯國小 做的那個研習 那它上面的資料就比我們現在再豐富一點 因為它上了總共 好像四次 四次的樣子 好那我就一樣 我們的課程資料會像這樣子 像這樣 裡面 這個等於說像各位現在所看到 這是一個 那裡面呢它還有相關的 紫頁面有沒有 紫頁面那每一個下去呢 那你跟 還有什麼相關的 你可以再繼續往下 那麼我們上課的影片我先給各位看看 影片就像這樣子 我直接就秀在上面了有沒有 對不對 你就看哪一個 我就點下去 點了 它會 直接 就可以開啟 你也不用下載 跟我們YouTube一樣 好 所以不用說我全部下載完才看得到 這個呢 就 那個 這樣沒問題吧 反正它要下載再下載嘛 對不對 那不值得看的 不要浪費頻寬 反正你上面就已經看到了 那麼我往下走 你看相關的 我還整理的一些可能 大家會用到的一些什麼 免費的素材 對不對 一樣可以啊 放進來 軟體的也是 所以你透過這個方式你會發現說其實 我們的資料 事實上 你只要善用協助平台 雖然你沒有所謂的網站空間 但是 還是可以整理的不錯 這個會比我們一般用什麼 這個比較常見部落格也好 或者這次 學生有用很多什麼 Facebook 對不對 Facebook其實 老實講如果它是即時的那種互動 它是比較強 可是如果你要是整理這種 就是檔案式的資料 說真的 其實它還是跟部落格比較接近 因為它是時間軸勢的 所以說你舊的資料要找到 有沒有 會發現不太容易找 雖然你可以用搜尋 它有附件 也可以夾在圖片 對不對 照片 甚至影片 可是畢竟這個還是不太夠 就是說 在我們找資料的過程裡面 它有可能在介面上 還不是那麼 方便我們用 那我可不可以順便問一下 請問 如果你是用Facebook 請問它附件 或者影片 檔案最大多大 有沒有注意過 我如果記得沒錯 應該是25美感 就單一檔案 假設你想要連結一個 檔案跟別人分享的話 我記得上限應該是25美感 可是我們這邊就沒差 如果你用的是協作平台 就是那個雲端硬碟 那它的上限 假設你不轉換成所謂的Google文件的話 一個檔案最大10G 這樣會不會太過分了一點 其實說真的 其實 你很少會有檔案那麼大的 對不對 但有一個會比較大 通常就是簡報跟影音 大概這兩個會比較大一點 再來另外一種叫軟體 不過我想說你不是要分享這類東西的話 一般我們教台裡面最常見就是簡報跟影音 有可能會超過比較大25G 你透過Email其實並不方便寄 透過這裡就比較容易一點 另外呢像 大致上就像這樣子 那我們就先來 這裡看一下 我們先看看這個地方 這裡呢你可以看到我的一些 聯絡電話跟那個 你就參考一下 我們往下 我們主要的第一個 剛好跟各位先問過了 你的Gmail帳號應該都有了 所以就不用再特別去做 那原則上我記得中正好像沒有 就是有用那個Google貸款的 我印象中是沒有 因為我們這幾個印象也沒有 所以 可能各位就只有這個 15G的空間 如果說 像現在有一些國中小 他們因為比較沒有經費 所以他們會把學校的帳號的部分 就是給那個 Google貸款 那這樣子的話他就有30G的空間 就是他就是Double Double那也都是完全免費的 完全免費的 那 其實 我們已經好幾年是 本來是希望 學校能夠開給我們那個 學校的數位學平台來用 可是等了幾年都沒有下文 只好自己行動 所以我們就在把這個 寫這個平台拿來當作一個 我們的數位學平台來用 那 第二個呢你要 學會怎麼樣 會建立跟管理 反正我們剛剛講過他可以建立很多個 你要幾個都沒有關係 再來就是其實 這個說真的是我比較重視的 可是多數人 都不太重視這個 能慶慶慶慶慶 你這個 隨著地面當然也可以用啦 只是說你的東西 就好像很多人在用這個所謂雲端硬碟或隨身碟 請問你有沒有在整理 常常說隨身碟也不夠用 結果一打開 這個也用不到 那個也用不到 可是你就喜歡戴在身邊有沒有 呵呵呵呵 因為 因為你就覺得 三的可惜 但是呢 戴著又累贅 不夠用的時候現在很麻煩 所以其實你是要規劃一下 以後你的 那個 協作平台 找東西會比較好找 找東西比較好找 那再來就是 您可以用到 我們剛剛講的 雲端硬碟 甚至你可以用到什麼 Google加 Google加這邊其實如果你的照片 是在多少 300萬像素以內的 300萬像素多大 2048乘1536左右 你在這個以下的 無上限 就是不受那個15G的限制 反正你已經縮小了 你如果 超過了他才會計算在你那15G裡面 所以這個也可以用 那 再來當然就是可以搭配什麼 Google的形勢力 Google其實也可以 可以放到我們的裡面來 那 大致上我們主要的會是 今天分享主要是這個部分 那我們先簡單看幾個就是 用協作平台的這個個案 第一個是App Infector 這個其實你的協作平台如果 想要有什麼 有自己的網址 事實上也是可以的 不一定要像我們那個那麼長 我們那個就好像部落格的一樣 會比較長 如果你需要有自己的 你也可以去買一個網絡名稱把它對過去可以的 這是OK的 那像這個呢就是開發 我們的所謂的手機的App Enjoy的手機App的程式 那另外呢 這個也是 他把它 開發的方式 放到什麼 換成就是用在這個 實體的 硬體的控制上 這個現在很常見 有點類似像那個樂高那個有沒有 用樂高 樂高然後他不是有那個App 他可以去層次去控制他 對不對 一樣的道理 那 像這個他就是標準的 有沒有 標準的Google的網址 在這邊 那另外呢 這個我們剛剛看到的 對不對 新中國小的 還有 這個 上崎國小的 各位知道上崎國小在哪裡嗎 稍微遠了一點 如果男生有抽中金馬獎的 就會知道 因為這在金門 還不是大 還不是那個大金門 是在小金 上崎 他們學校 之前的 他們是學校 入口網站 就直接用Google協助平台 因為你知道 這算偏鄉了 有沒有那麼多人力資源 尤其資訊的老師 沒那麼多時間 他之前是把 學校的首頁就用這個做 那現在呢 最近有換下來 把它換成就是 那個就是用在另外的 用在另外的 那也是找得到 也是找得到 所以您可以 看一下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之前 前兩年 在中正這邊 我們上了這個協助平台之後 有印第所的 研究生做的 這個是 長藝高中的 長藝高中他們也是幾年前就導入了 因為現在高中也好 國中也好 或者是國中小 他們很多都有 所謂的那個 所謂的工作坊 之類的 那他們就是利用這個方式 那這個是桃園的 所以你們都可以稍微看一看 這個網站比較特別一點 就是有教學 雖然網站不好聽 但是 有一些教學你也可以參考 只是比較可惜就是他 他這個 都是 幾年前的 最近的 因為最近 Google的協助平台有根本性蠻多的 所以他上面大概就沒有 但是還是值得參考一下 好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啊 所以你可以比較了解 協助平台到底在做什麼的 我現在這樣子對協助平台還有網站有點搞混 協助平台也是網站 對 只是 如果你是一般的網站 請問如果你要 架設網站 要不要學會 什麼HTML語言啊 Jama script啊 對不對 甚至沒有資料庫要不要學資料庫的語法 還要在外面租入的空間 對不對 你用很多的 國外的也有 但是 如果說你還要在學那些 是不是覺得比較麻煩 那今天 我們用 作為一個所謂的 應用者來講的話 我當然希望我不用去學那個 我就直接用 就好像部落格 Facebook你要不要學很久 不用嘛 直接拿起來就用了 對不對 就算不會也 不會差太遠嘛 所以協助平台就有點類似這樣 那它最大好處就像您剛剛所看到 我們這些 範例還有這些所謂的協助平台 你有沒有發現就是它還蠻能客製化的 對不對 比較不像部落格或Facebook它的界面是比較一致 像你所看到我們在這個我們今天自己的 我們後面就選了一個我們中正自己的圖片 自己的照片 這個照片我有留給 有給各位 您可以從這邊 你看這個相關檔案 有沒有都有放上去 對不對 你也可以從這邊找 你看一般我們的部落格就比較沒有辦法像這樣去整理 所以這個有它的好處 雖然說看起來像它只有100MB 可是實際上其實它能夠做的事情還不少 那又減少了 其實說真的在這個裡面 可以這樣講 你要會用 不用學 網頁 但是如果你會 HTML網頁的話 更好 是因為你可以做更多客製化的東西 還是查在這裡 好 所以我們現在介紹的部分我們就暫時到這邊 你說說呢 蕭培